好,欢迎回来 那这边接着来讲我们这一个德德CMS的第五章的第四小节号内容页的一个标签 那么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一个后台 麦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内容页的一个标签的使用方法 那么我们还是在模板 然后这个摸人模板当中呢 找到我们这一个ARCI AR TICLE开头的这一个 AR TICLE开头的都是我们跟文章内容相关的一些信息 一些模板不是信息 那么我们点击修改 这边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模板的一些信息 好,那么我们为了编辑方便 还是打开我们的军威尾来编辑 好,打开这一个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找到我们的这个Template 麦子 然后以ARC开头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一个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是比较不常见的 好,我们一直下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啊 那这一个的话我们遇到好几次了 遇到好几次了 那我之前都没讲 那可能有一些同学就是会有点纠结 那么我这节课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如何来用啊 如何来用 好,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输出我们这一个东西 其他我们啊,我们跳掉了啊 在我们所有文档 然后找到这一个是未生成的啊 我们点击预览 好,这边就会有一个PHP表达式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啊,这一个dispersion这一个东西输出的 那假设说我们这一个变成2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自定行数是放到哪里的啊 好,我们用on来搜索我们整个文件夹 好,找到这个之后的话 我们应该搜我们include的这个文件夹哈 好,搜到了,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再建一个function 这个2啊 然后呢,直接return111222 好,然后到了str 我们就不管了啊 我们就不管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用htmltest2这个东西来操作 好,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它就变成我们11122了 好,那这个意思大家已经明白了吧 就是相当于把我们这一个自断信息呢 传到我们这个里面来啊 如果说我们直接输出我们的这个str的话 这边就是刚才那一个 好,如果说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些操作 比如说进行我们的substr 进行我们的切割处理 0到20 我们用那个mb扩展 看一下有没有用啊 好,刷新一下 好,看到是可以的 看到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会有两个 因为编码问题 会有两个小小的问号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指定它的一个字符集 字符集我们叫做utf-8 我们指定一下 然后再刷新 好,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以utf-8的形式 来切割我们的这个字符串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 行数的一个用法 那我给大家复制一下 列表,标签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内容标签 然后我把这个复制过来 好,这个都使用行数对自端进行调整 好,就是这么一回事,对吧 好,那再接着上面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个fad 好,那么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奇葩的一个用法 还比较其他用法 其实它这个用法也没什么特殊的 好,我们把这个东西 给它复制一下,放到这边来 好,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发现我们还是调用这个东西,对不对 然后呢,php-er-l 然后我们再刷新 好,它是调用我们pl-us这个东西 好,说明我们这种用法是 跟这个用法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这个点 刷新 还是调用我们pl-us 那这一个的话我们也给大家记一下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没什么特殊的 等同于 这个大家记住一下就可以了 之后呢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有没有一些比较新奇的一些东西 没有吧 这些global已经第一节课讲过的 那我就不讲了 那么顶部这个就没有了 接下来看这边当前位置 上节课已经说了 好,然后得这个fad的点 好,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就是获取我们自断的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 那这个执行行数的已经知道了 那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adme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pubdate adme就是代表我们这个source 但是代表我们自断的本身 好,这边会有一个runphp的一个用法 看到没有 我们把这个也调用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放到这一边 那这个用法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在我们应该是这一节课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fad array 然后runphp 然后这边也会有一个fad 一个disversion 对不对 一个描述 然后adme等于空的时候 如果说我的这个描述不为空的时候 我的描述给它加上一个 这一个div 加上一个div 这么来控制 然后它这里面输出的是我们的一个php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再echo一个当前时间 然后在这边刷新一下 在这边 好,这边当前时间输出来 对不对 输出来了 哎,它怎么跑到这个上面去输出了呢 好,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们adme等于这个东西 如果 我们必须把这个adme连接上我们的这个time 连接上我们这个时间 好 这样子的话 就把这个放到下面来输出了 在这边看到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intro就是在这边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time放到这边也是可以的 好 刷新 对吧 时间就在这一边呢 好 这是另外一种用法 对不对 那么 这个的话 我们给大家记录一下啊 也没什么好记录了吧 这一个的 这个的fed是我们的这一个 alc list的生效的啊 alc list fed支持 啊 这一个字段 支持标记为 啊 内容模板 好 内容模板中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好 那么我们把它修改成我们这种方式啊 修改成这种方式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放到下面这个地方来啊 放到下面这个地方来 那么我们也可以fader ai adme 好 我们直接adme 把这个一幅这一段给带过来 adme 他 好 如果说正确可以使用的话 我们就会出现 跟呃 出现两个这种东西啊 我们来刷新一下 ok 说明我们这一边是不能使用这一个啊 中括号的哈 不能使用我们的中括号的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花过号来看一下 花过号用得得来区分 用得得来区分我们的 array啊 然后这一个中括号也给他改一下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使用啊 好不能使用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东西上一节课说的可以在我们的这一个支持标记在文章内容模板这个是不支持的啊 好 是支持的 他应该名称等于这个东西是不是 好我们再这样子再来看一下行不行刷新 好不行 这边输出的是一个 array 那么我们就老实点用这一个然后把上捷克的这个东西支持标记我们文章页的内容模板这个 这个就不要了啊 刚才我们看过已经是不支持的哈 但是他支持我们 那么下面这两个的话 大家去可以看一下能不能执行 能不能支持啊 那这个是肯定可以支持 因为我们上捷克做实例的话 就是用这个去做实例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一个这边的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内容中自断自断 用PSP来修饰 对吧 这是另外一个对不对 然后我给他标红一下 因为这是同一段的 如果说这样子就比较明显的啊 好 然后我把刚才的这一个东西给删掉 因为他不能用对不对 好 那么接着来看FedBodyFed 这是投票的意思哈 然后这是责任编辑 好 这边有个page break 好 一个page break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内容分页 好 内容分页 那这边我们给他颜色变回去 黑色了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叫做内容分页 那内容分页我们也不需要去管它哈 也不需要去管它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看一下有没有内容分页 首先我们这一个是没有内容分页的哈 那么我们可以来修改一下 给他加一个内容分页 好 到这边之后呢 假设说我们在这一个PCI正着表达是这边给他加一个分页嘛 我们DLCS的分页嘛 在这哈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分页符 然后这边可以写我们的副标题 好 自定义副标题 好 点击确定 好 确定之后我们在这边刷新一下我们这个东西 好 刷新之后我们看到这边就会出现一个内容分页 然后我们点击第二页的时候 这边就会有一个第二页的东西出现 好 就是这么简单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分页符的一个使用方法 好 这边有一个得到QR Code 就是这个东西 呃 是哪个东西 是这个东西啊 分享到朋友圈这一个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什么顶一下踩一下 好 顶一下踩一下 就是这么一些东西 没什么好讲的啊 FID 这个也没有 好 这个 好 这边是一个分享代码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上一页跟下一页 上一页跟下一页就是我们这两篇文章 我们可以也给大家记录一下 这个是上一页PIE 就是下一页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 其他这些什么打印的没有吧 好的 这是我们得得的一个Member Infos 这个是引用我们的这一个阿扎克斯 Feedback 就是我们的那一个在线的留言系统啊 然后其他的话看一下ARC 其他没有了啊 其他没有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比较 这就是这种QR Code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这一个BS 啊 这个分享的这个东西 这种东西是怎么来定义呢 使用我们得得 然后冒号 啊 这种东西就可以 那么我们来搜索一下啊 搜索一下 查找这个 啊 BS 啊 这个找不到 找不到我们找一下我们的QR Code QR Code 好 看到没有我们这边有个TIG Lab QR Code TIG Lab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在这边去生效的一个东西啊 这是QR Code 那么我们来这种前字匹配 然后我们搜索的文件夹呢 范围变广 好 然后前字匹配 查找一下 看一下他在哪里是体现了 像这种用法如果说我们研究出来以后可以自己去使用这种东西 对不对 好 这是QR Code的一个JS使用 那我们可以忽略JS的这些东西 拉长一点啊 比较好看一点 好 到这一边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啊 好 还没有发现这边有一个QR Code 好 那么我们呃 发现这一边是用我们的插件来做的哈 那么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PLUS这个目录 然后找到我们的QR Code 然后找到我们的QR Code这个东西 好 然后QR Code里面的话就会呃 在这边输出一串东西哈 输出一串东西 假设说我们直接在这边输出一个1 然后让它结束我们的执行 看一下是不是这这么来调用的哈 我们来刷新 看一下有没有奇迹 好OK 出现了这个东西对不对 出现了这个东西 那我们返回这个东西 返回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来把这一个QR Code的复制一个叫做我们的麦子 麦子麦子的一个标题啊 麦子学院嘛 好我们的麦子学院呢 给它改一改啊 这边我们include的什么东西 我们都不要了啊 好像这一个 type 好这一些我们就不要了吧 好这些我们全部都不要全部都不要哈 直接在这一边输出一个麦子学院 好这个东西也不要了 看一下能不能这样子直接使用哈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文章这一个地方呢 也来一个叫做麦子学院 对吧 刷新 发信并没什么卵用 对吧 并没有什么 没什么用啊 是不是 好发现我们确实是没有什么用哈 确实是没有什么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正常可以摆对一下对不对 摆对一下就非常方便了 叫做qrcode是如何定义和使用的 帽子没有啊 帽子没有啊 帽子没有那没有的话我们这节课先讲到这一边 然后我们在下一节课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如何来使用啊 好 那么我再找一分钟找不到我就不找了啊 这边还有一个是其他的这边有个得得qrcode的然后有个得得冒号分享 哎 这边有一个什么可以看到什么分享这个360这个东西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360 DLC貌似出现bug了啊被我发现了也没发现大家也没发现 好不管他的 ok 那他是一个插件的一个类型 所以说可以这样子来使用啊 那么看上去文字有点多 我自己先看看了 然后再跟大家说怎么来做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先讲到这边啊 感谢大家的一个听讲 在这儿 在这儿 在这儿